各位朋友欢迎来收看 五栋酒香 我是品酒师料若婷 那今天呢 我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呢 他呢 长得很像土匪 可是呢却是心思细密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呢 已经开了七家餐厅的斐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们呢 做一个有趣的中国菜呢 跟西方的葡萄酒来做搭配 我们来请问一下斐哥 这个七个餐厅 而且我刚刚没有介绍 七个餐厅 而且都是辣菜餐厅 那表示是什么 四川 湖南 湖南 我不晓得呢 斐哥 这个酒去山开了那么多家的餐厅 你这个东方的餐厅呢 坐落在西方的世界 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趣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有耶 我觉得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家餐厅 我觉得我从事的事像像是文化事业 比其说是一个餐厅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我们做的是很传统很地道的 最早以前是川菜啦 那现在新的一个品牌 在做湖南菜 在美国的华人呢 他们的背景也是挺有趣的 因为每个人大疆南北 对对真的 然后有些土生土长 对 四川湖南的哪里都不知道 像我就从台湾来的 那我就没有机会尝到这个 道地的四川菜啊 湖南菜啊 是 所以对你们这个餐厅的菜特别的向往 谢谢谢谢 其实这也是我们比较有热情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中国菜呢 在美国其实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么久喔 有 从淘金时期就有啦 因为淘金时期我们就很多 对对我们华人到美国来嘛 那你经过那么多年的进化 还有一些市场的就是说 改变喔 菜市场都会做改变吗 一定要的 对对对 因为客人不一样的嘛 要求也不一样 像我老公啊 我老公是个美国人喔 很奇怪的美国人竟然也吃臭豆腐 然后去呢 闻那个臭豆腐香 人家就觉得哇 服务生看了都觉得很吓一跳 怎么一个美国人闻的臭豆腐 还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那我就讲我们中国人呢 一般来说呢 今天肚子饿了 嗯 你可能想到说 喔我今天要吃什么菜 广东菜 川菜 湖南菜 还是什么菜 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才会有行动 哦对对 但外国人来说的话 很多时候呢 他们可能已经想好说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嗯 更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呢 在他们还没有肚子饿之前 他们会先来餐厅 比如说他们会先点一个 开胃菜 再点一个酒 而且呢 西方文化里面呢 他们都会一定会定位 绝对不会说好像没定位 就往餐厅冲过去嘛 是的 对不对 那这个方面就跟我们 华人 就有很大的不一 因为我们华人呢 希望进入餐厅肚子饿了 希望赶快吃东西嘛 是 那你说你慢慢的上 干嘛的搞情调 他未必会 会很高兴 对啊 我还想要知道一点点 最后一个 我想知道 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说 已经开七家 你还继续开 我应该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过去开了 这几家店的 每一次的主题 都有一点不一样 哦 OK 那虽然就是说 我们做的菜系呢 主要是以川柴 跟湖南菜为主 反正就是辣的 对 但是我很喜欢搞怪 就是说呢 我是当拍电影的手法 来开餐厅 也就是说呢 每一次开了一个餐厅呢 我就想要颠覆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来 您的节目呢 就等着你来颠覆我的概念 好 没问题 所以说我非常期待 那我们就到厨房去 MIGI呢 就开酒给你喝 然后呢 看看我们斐哥 今天要上什么菜给我们吃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呢 邀请了斐哥 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然后呢 他不告诉我说 他们今天要 带什么菜来给我 那我呢 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酒呢 要跟斐哥的菜呢 来做搭配 那我先来告诉观众朋友 这个酒是什么 来介绍一下 这个酒呢 是柏酒来 柏丘类 可能观众朋友 大家都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酒啦 因为真的市面上呢 只有在感恩节的时候 也就是11月的时候呢 在市场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除了这个时候以外呢 大家都不会去注意到这个酒 法国很会做介绍啦 就说这个时候好像感恩节 大家就要喝那个柏丘类 那跟大家介绍一个 柏丘类是从哪里来的 整个法国呢 大家最喜欢喝的法国酒 除了这个波尔多 还有Burgundy 那Burgundy呢 大家都知道 他的酒瓶呢 就是想想写写的 这样下来 那Burgundy的酒呢 他其实呢 是有两种红葡萄品种 一个呢 就是黑皮诺 另外一个叫做 咖美 当然 Minky又要出奇意料之外 要给你的介绍的是 咖美 这个酒很好玩 因为他这个酒呢 是在秋收 也就是我们把葡萄 采收下来以后呢 酿制这个葡萄酒呢 然后接着呢 他就把它放在橡木桶里面 放在橡木桶里面 他才放一个月 马上就拿出来买 那波尔多呢 的葡萄酒呢 通常要放个两年 六个月 十二个月 十六个月 十八个月 还有人放个二十四个月 可是呢 这个就是只有一个月 也就是咖美是喝新鲜 他所以没有什么橡木桶的味道 丹宁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Burgundy比较冷 就是这个葡萄本身呢 色色的感觉是比较低的 这个酒呢 就可以搭配很多种 你从海鲜的日本料理 到烧烤肉类的 或者是到了辣菜 因为辣呢就怕丹宁或者是色 刚好都可以搭配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请我们的飞哥出来呢 我们来看看他今天上什么菜给我们吃 嗨 飞哥啊 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啊 首先呢 我很惊讶你今天带来的酒 就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哦真的啊 对 你是说我的波久莱 我现在突然感觉我们好像在打扑克那种感觉 打扑克牌 我不知道你带出来的这个酒是法国的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酒 我也都没有想到 那我想问飞哥啊 这是什么菜 这个是湖南菜里面呢 这个香江流域的一个菜 就是衡阳的手打鱼丸 手打鱼丸 那我刚才绿色那是什么 丝瓜 丝瓜 所以这个是一个丝瓜鱼丸 丝瓜鱼丸 那这道是 这个呢是土家族的菜 湘西土家族 鸭 鸭 那有没有一个名字 有 这叫做土家啤酒鸭 哦啤酒鸭 那这个呢 这个菜 这个呢 我是故意来捣蛋的 哦故意来捣蛋 你就看到上面有蛋 所以来捣蛋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一般呢 会上餐厅的朋友 绝对不会点炒饭嘛 你说什么 会啦 偶尔啦 哇 对 没错 但是我讲一个你可能很惊讶 这个呢在我们餐厅打卖 真的啊 那不错 但是我想问你 到你餐厅你这个配什么酒这个配什么酒 老实说 在我们餐厅里面呢 红酒卖的比较多 那 这个也配红酒吗 这个不会 这一般呢 点这个菜的话呢 一般他们 我们 通常都是一些小孩子啊 年纪大的人 比如说一桌 对不对 他不能做全部叫辣的嘛 这个我有点头痛 因为我好像每次去你餐厅我都点四瓜鱼王 我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吗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这个一般的人讲可能会想说是点白酒 你会不会觉得 我同意 主要是海鲜类的嘛 对对对 而且老实说好 我们在这道菜里面呢 我们用中国的米酒 中国的米酒 起锅的时候喷米啊 那这一个呢 我想这个是辣菜 应该是配红酒 按照我们这个搭配 这个品酒师四酒师 我就会觉得 这个配红酒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 这个辣呢 会让丹宁的显得这个丹宁的强度更强 是 那这个呢 这个搭配红酒就还可以啦 对不对 对 我今天特别安排这个炒饭 是因为 有几个原因 你知道 有一句话这么说 咪格我本来 你也没有听过 有两样东西人家偷不走 什么东西偷不走 一个就是吃在肚子里的美食 啊 有道理哦 还有一个呢 心 它藏在心中的梦想 哦 心中的梦想偷不走 这个是真的 对 那话说过来 这个菜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跟那个 我刚刚所讲的有关系呢 是因为呢 我们在美国 在旧金山贵谷这里呢 辣肉是一个湖南菜馆的 所以说正馆之宝 哦 这不可能从湘西 或从湖南空运过来 哦 哇塞 那湖南腊肉炒的这个饭 一定会很好吃啊 很香很香 而且这个饭呢 还是蒸出来的 还不是杂瓜店锅那种 啊 不是 是蒸出来的啊 蒸出来的 OK好 那我呢 今天再帮你倒一点酒 让斐哥来尝尝看的 这个酒 我很期待 你很期待啊 对 我都很期待 你看我们这次的酒 是法国南部的乡下 你现在碰到这个湖南西部的山上 对不对 这个碰撞就很精彩了 我发现 对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斐哥要带什么菜来 然后我就觉得 昨天 左思又想 左思又想 我在想说我要选一瓶酒呢 可以搭配各种的菜色呢 就是说海鲜也可以 然后呢 辣菜也稍微可以 然后还要配肉都可以 后来我就想到这一瓶酒 我知道大家都不是很熟悉这瓶酒啦 你来喝喝看吧 好的 谢谢 Cheers 我蛮惊讶就是那么年轻的酒 它对有这个深度 对 现在跟斐哥介绍一下 这个 在感恩节的时候 所生产出来 在沉木桶里面 盛放一个月的 它大概就是说 半年到一年 我们就要赶快喝掉 可是其实 薄酒来里面呢 有很多的等级 那有一般的酒呢 一年里面要喝掉 有的酒是可以放两年 对这是属于可以 比较久放一点的酒 而且它的香气 现在呢 也是慢慢的打开 非常的好 是 对 那它呢 事实际上你要配这个 日本料理也可以 所以配你这个鱼呢 又刚刚好 那我们要不要来尝一尝 好 请 来来尝一尝 看看 观众们很可惜 我们这个电视节目 这个只能够听到声音 然后看到影像 可是呢 没有办法吃到东西 我们到香味 应该要有人来发明一个 就是说 可以把我们这个香味 传递出去 对不对 对啊 麦克这个酒 开始有变化了 开始有变化了 一口鱼丸 来尝一尝 非常的搭配 Oh my 还好 嗯 你还有一点姜 对 都很搭 蛮搭 因为呢 蛮搭 这个菜不算霸道 那这个酒呢 又很优雅 哦 这个菜不算霸道 这个酒又很优雅 这个人不算霸道 那我这个 优雅 哈哈哈 对 蛮搭的 也瘦鱼美女 也瘦鱼美女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尝尝哪一道菜呢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下一道 应该尝个炒饭 尝看这个炒饭 您吃看看 是有几种米 是几种米啊 我跟妳家 我喝葡萄酒 常常会有人烤我试 拿一杯酒给我 就跟我说 Minky你尝尝看 请一下这个是什么酒 我尝尝被烤试 哦是吗 尝尝被烤试 我现在连菜也要被烤试 好了我来尝尝看 我告诉你 这个其实有三种米在里面 非常搅劲 对对对对 这道菜呢 其实在我们餐厅 是卖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好有搅劲哦 你没有发现到里面 有个很特别的东西 有一个香味 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 所以这个原理呢 其实就跟你刚刚所提的 红酒的原理是类似的 因为这个红酒 它有足够的酸性 把我们这个比较有腻的中餐 尤其湖南菜的那种 拉肉的味道 把它给平衡掉 这个炒饭里面呢 其实里面也有一个泡菜 带点酸味 还有泡菜啊 其实它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一块去了 哦真的 真的还有泡菜 是不是有泡菜 这个口感非常的好 有点嚼劲 那跟这个红酒搭配 事实上是很好的 我觉得蛮绝的 因为我从来 我从来没有吃过白的菜 搭红的酒 你知道 这个我觉得蛮绝的 很绝的 嘿 我有说服北哥 那最后一个挑战 再第三个挑战 是 嘗嘗的是啤酒鸭 这个菜比较霸道 啤酒鸭 做菜比较霸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这个经过三个不同的工序 做出来的 我们要先卤过 卤过 对 然后呢 我来之前呢 师傅在锅里大火烹 哦 大火烧 对 那个时候才把辣椒 其他都配到固定去嘛 那现在我第三个工序呢 我放到火来烧 你看汁都出来了 哇 这个汁 看一下 那你这个一直在煮呢 它可以煮多久 它会不会越煮 味道会不会改变 会 它跟烘酒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呢 它干锅这个菜呢 就好像火锅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这个口感和味道 跟你烧到三十分钟以后 是居然不同的 因为它有含度味了 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 你闻不到香味 我们这里非常的香 而且不是只有食物的香味 还有酒香 好 我们这个薄酒来呢 来考验一下 跟传统中餐的碰撞 会是什么一个 对呀 我在想说 会不会以后 你的餐厅的人 看了这个节目以后 到了餐厅就说 斐哥 我要一瓶薄酒来 我相信会哦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观众朋友 是在我们中国的话 有可能这会颠覆你 对传统餐厅 就是说喝酒的这种习惯 的认知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也许不管是在哪里 下次你可以试试看看红酒 或是我们今天喝这个酒 大半看川菜或是核酸菜 我想应该 我现在呢 一口一口的鸭肉 还有一点点 好像是酸菜 我吃到酸菜是不是 里面有酸菜 泡椒 哦 泡椒 好辣哦 对 我现在呢 这个酒呢 是有一点冰冰的 我们要喝这个 有点冰凉的 薄酒来是要喝一点冰凉的 哦 而且 在口感上来讲 味蕾上来说 嗯 它的冲击很大 好配 棒 今天Miggy的任务成功 我也先不口服 谢谢你 谢谢Miggy 介绍那么好的酒 其实呢 这个酒呢 其实也不是说 非常昂贵的酒 食物的搭配就是说 1加1能够等于3 是最美的搭配 就怕说 1加1等于1.5 或者是1加1等于1 就是酒呢 它的特色就没了 就下降了 像我知道很多的华人呢 都喜欢喝很浓烈的这个 波尔多的那类的酒 可其实呢 那个很昂贵的五大酒庄的酒呢 拿来配辣菜 这些五大酒庄的酒 就变成一般酒庄的酒 因为它的品质感觉 口感上它会下降 没错 可是呢 我说实在 飞哥 我觉得哈 其实呢 搭配也没有那么的严格啦 其实有好酒 还要有老友 然后呢 大家齐聚一堂呢 这样吃饭 五大酒庄的酒 搬上来是就是为了 就是说好像 表示我们大家的 彼此的那个 友谊上面的一个重视 或者是对客户的重视 所以呢 对客户的重视呢 你搬上五大酒庄的酒 可是你又非得吃辣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努力的享受它 即使你的五大酒庄喝起来呢 可能会稍微逊色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享受它 对不对 是的 我完全同意 所以这吃饭是 看哪个朋友很重要 但是呢 如果呢 有机会的话呢 真的可以尝试看看 薄酒来 跟三道菜 几乎可以很多菜 它都会非常的友善 就是搭配起来呢 酒也不会逊色 原本该有的价值 它不会下降 所以我觉得它 喝这个酒很有画面 很有画面 对 它现在又变得画 像我们刚刚讲 谈了大概十分钟吧 对 我觉得它这个 在口感上面 味道上来讲 它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尤其这个菜 刚开始我有一点担心 担心你这个酒不够利 像你刚刚所介绍的就是 博豆 或者是我们这个 Napa的 Cabernet Sauvinium等等 这种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说 大家常喝的酒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常喝的酒 对 它都是跟黑皮诺一样 黑皮诺是属于一个 酸度比较高 那嘎美这个葡萄 也是产自于Burgundy 跟黑皮诺是类似附近的产区 那么呢 它的酸度也是一样很高 就是等于说 它也可以油多的油不会腻 然后呢 当你冰冰的喝呢 它又可以 好像是有点减那个辣 对 平衡那个辣味 是是是 所以呢 它真的是非常完美的搭配 我真的蛮惊讶的 谢谢你们 不客气 Cheers Cheers 刚刚哦 斐哥呢 为我们介绍了一些菜呢 那我也呢 倒了一些酒呢 就来跟斐哥呢 介绍了 怎么样来搭对这个问题啊 那不知道斐哥呢 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我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还没有恢复过来 因为我全是不敢相信 这么严重的 因为呢 我一直认为呢 传统的中国菜呢 只有传统的中国白酒 可以一干到底 但是呢 这么经典的一个法国酒包 它居然可以有这么多的戏 然后呢 我今天带来这三种 居然不同的 就是说 斐哥 您是说演戏的戏啊 一杯酒有演戏的作用 确实是啊 我觉得它 因为它的变化层次很丰富 这是我比较惊讶的地方 其实你知道明吉 有个地方让我最惊讶的地方 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酸味 它会有变化 跳出来 它不但就是酸 入口刚开始 我们开瓶的时候 它是一开始就是有点酸 没错 但是后来到中间的时候呢 当我们这个菜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油跟那个酸呢 起了很奇妙的一个 很奇妙的变化 对不对 我等你说这句话 因为呢这个酸味呢 会切入这个油 是 所以我们吃中国菜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说中国菜很油啊 很油啊 可是其实呢 中国菜还一定非要有这个油 才会做出那个香味的 像那个油焗虾 或者油焗很多的菜呢 其实没有油 它是做不出这个香味 因为油的会把 好像会把那个味道逼出来嘛 而且是就逼到菜里面去 不会跑出来 这个酸度呢 刚好是呢 可以这个平衡这个油脂 您刚刚有没有喝起来觉得冰冰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是用心良苦 所以我今天呢带来这几个菜呢 我觉得真的成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对啊 因为呢 刚刚呢 斐哥帮我们介绍三大菜呢 我呢 就用一瓶酒把它全部都涵盖了 那真的是很难得做到 因为这个是海鲜嘛 那一摊也不是辣的 然后呢 这个腊肉炒饭呢 它里面又有点肉 然后呢 有点点油脂 那这个是啤酒鸭 而且它是辣的 你说越煮是会越 越辣 越辣 而且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在厨房里试了一下 就是说 它这个菜起锅的时候本来就是辣的 这是湘西土家族的一道菜 是 那里面呢 就它有不同的辣椒 那当你这个干锅一直在烧的时候呢 越辣 越来越辣 越来越辣 居然那么辣的情况 它这个酒那个口感没有被消灭掉 这个就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我故意把它冰的冰冰的 那事实上也真的 这瓶酒是要喝有点冰凉 那它的冰的程度呢 是比这个白酒呢 要高温一点点 比红酒要低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温度啊 冰块呢 其实也会降低这个辣感 OK 对 所以呢 就Micky才会选这一支呢 跟你一起来分享 明白明白 谢谢Micky 敬礼 谢谢